今天确实是一个开心的一个周末 我们看到即便中国还在台湾的沿海 作为一个军事的演习 而且从原本的六个据点 现在变成七个区域 同时原本到七号就结束的 现在也延伸到了八号 不管怎么样 即便整个演习持续在进行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台北股市怎么样 无惧演习的这样一个阴霾 开高之后就一路向上走高 最后几乎是以今天的一个最高点 以几乎是最高点来到15036 最高点是15041 差五点就是以最高点做收了 大涨了333点 今天堪称怎么样 多头火力全开 我想这也确实是蛮令人振奋的 这一如我先前跟各位说 我说目前我们看到整个国际股市的一个部分 就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科技股 包含像费办 包含像纳斯达克指数 甚至于现在当时我告诉各位的时候 它是在季线 我们说过美股都已经攻上季线的一个情况之下 台股距离季线还有将近有500点的一个空间 很显然我们的涨幅相对落后 所以就一个短线而言 还是持续有往季线去做一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还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更不要讲说现在整个科技股的部分 纳斯达克跟费办指数 已经双双的都已经攻上了一个半年线 所以我想就行情而言 短线我认为在震荡过程 应该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往季线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挑战 不过我也必须要提醒 当然今天在大涨之后 我们说过我们都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过你要去思考的是 即便今天大涨333点 我们认为整个行情还是持续有 往季线去做一个挑战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要去思考 这个往季线去做一个挑战 是一口气直接到季线 还是在来回可能进二退一 进三退二的这样一个震荡的方式来往上挺进 又或者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 今天中共演习第二天 今天大盘大涨333点 很多人都很乐观的讲 说我今天在盘中有看到很多人都在这样讲 他说我们根本不用去怕什么中共的飞弹 我们有淫弹 听起来我叫没错 对不对 国安基金有淫弹 所以今天大涨333点 但是说真的 不管是中共的军演也好 又或者说这一次中共的一个反制动作也好 你说军演那了不起就四天 对不对 那后续有没有在延长或者说新增加的一个演习项目 那就再说 但是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演习你只要不要擦枪走火 四天其实很快就过了 毕竟已经过两天了 然后接着下来 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早上 父亲节当天 十点就结束了 对不对 只要不要擦枪走火 让他和平落幕 对大家都好 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我现在担心的是整个 现在整个中国 他对整个台湾产业的 一个全面的一个封锁 全面的一个封杀 我认为这个严重性会比整个军演要来得大很多 因为军演毕竟怎么样 他就是直接给恫吓 你说真的打起来 我认为只要不要擦枪走火 几率坦白说是真的不大了 但是你产业的一个封锁 产业的一个封锁 例如说 你看现在马上要中秋节了 对不对 再过一个多月就中秋节了 结果现在他把这个食品业 不管什么凤梨酥 不管反正一些好吃的东西 他全部不要进口 那你对这些食品业而言 他在今年的一个业绩 又或者在未来的一个业绩 因为他要封锁多久 不知道 所以后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而且我说过 他还不止这些 他现在表列有什么食品业 有什么农业 渔业 对不对 什么天然商 那除了这些表列 他已经有名列的以外 其实我说过的 其实现在你说像塑化也好 台塑 对不对 这公司够大了吧 他们也受到冲击 因为原本要出口到大陆去的 对不对 现在可能他们拉货的力道 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反正拉货力道就是减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这些大企业的营收 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我们说了很多 其实还不是有塑化 电子业也是一样 他原本的一个拉货力道 只要一下降 其实我们对他的经济依存度 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大 虽然这种情况下 你说不会有冲击 那我可不这么认为 更何况 他们说 现在还有一些 我们昨天也提到了 现在法人 产业 这件事都我在流传说 现在只要到大陆去的 只要你是ROC的 反正他就是刁难 他就是刁难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你通关的时间 也要变长了 好了 这么多负面的一个联动 是不是在今天大涨333点之后 这些利空都不存在了 我想应该大家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也不是让大家 很所谓的过度的恐慌 倒也不是 只是我还是告诉各位 现在的操作 你必须还是保持一定的一个警觉心 因为我认为利空还没有完全消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能因为今天一天的大涨 你就把怎么样 你该有的警觉心都丢到脑后去了 那这样对自己来讲 它会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危机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说过的 接下来到底该如何应对 当然这是至关重要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你只要能够跟紧我们的一个脚步 按照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方向 跟方式来操作的话 我相信不管接下来盘面怎么变化 你一定可以跟着我们怎么样 一起避凶趋吉 就好比说 来 我们看到今年 今年以来 大盘跌了多少 我这样说好了 最高点在1月5号 对不对 最高点在1月5号 当时18619 对不对 18619 来看一下 对不对 当时最高点在18619 那这一波的一个最低点来到哪里 来到13928 18619跌到13918 这个13928 这一跌我们抓个整数了 大概跌了4600点 对不对 就以今天的 能不能说最低点 就以今天收在15036 如果说以18619跌到15036 是不是也将近跌了3600点 那不管跌4600也好 不管跌3600也好 我相信到现在 一定还有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目前还是满手都是套牢的股票 而且对不对 纵使今天涨了333点 纵使今天很多的电子股全面的强谈 可是怎么样 可是手中的股票 距离要能够解套 我们要距离解套 可能都还有相当的路要走 对不对 但是即便如此 我都今年以来 你只要按照 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 还有所建议的方式 去做一个操作的话 不要说什么 不要说你受伤了 我相信你非但不会受伤 你在今年的操作 你还大获全胜 我们实际来看 我说过今年 3月30号以前 我们也做电子股 对不对 甚至于在今年 金虎年开红盘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创委 我们的长荣行 是不是都还大转 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看 重点是在于 在3月30号这一天 在3月30号这一天 我们全数的把手中的电子股 包含声达科 包含台阳 包含安国 我们全数的怎么样 全数的获利出清 那之后电子股怎么样 你就不用我多解释了 之后的电子股 一路从3月跌到现在 纵使有反弹 距离高点 我想都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很多人被套在高档 现在解套之日 遥遥无期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样 我们完全的避开 不仅完全的避开 我们在卖掉了电子股之后 我们是不是在4月 4月中 趁着行情拉回 我们开始布局怎么样 我们把资金 全数的导入到生计股 4月份我们做锐基跟保龄负金 你以锐基来看就好 从当时120几块布局 后来一路涨到189 哪一个有赔到钱 创新高的股票 哪一个有赔到钱 不仅避开了电子股的下沙 生计股还大获全身 而且 不是只有这里 我们在瑞基4月份 我们在5月初 把瑞基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接着下来 我们资金再导入 当然还是锁定生计 我们导入的是药华药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药华药今天怎样 来 药华药今天再创下新高 而且这是历史的新天价 多少622块 什么叫做历史新天价 这段时间不论你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买的 纵使你是在他挂牌的 第一天就买进了 你到现在还是大赚 更不要讲我们买在哪里 我们在卖掉瑞基之后 你看 我们从三字头333块 第一套我们在333块买进 第二套我们在350块上下 上下大概10块钱买进 我们来来回回 已经做了三趟 来来回回我们已经做了三趟 那不要说什么 你光是说你三字头买进到现在 你不要讲说 跟我们来来回回做三趟 就算你第一趟买进之后 一路抱到现在 三字头涨到现在六字头 至少也涨得快一倍了 对不对 从三字头涨到现在六字头 至少涨得快一倍了 更不要讲说我们还分段操作 你看第一趟大概20% 第二趟大概60% 第三趟到现在也有31% 加起来没有超过一倍 而且这些分段操作的一个点位 每次高点 我再把加码单获利了结的时候 我都有告诉各位 我不是自己卖掉了以后 然后后面告诉你说我高档卖了 没有 我都是第一天第一时间我就告诉你 我出掉了 然后拉回的时候我再买进 对不对 当时576块当天 6月30号我卖掉 我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当时创高583块 我们把加码单全数获利出清 对不对 我有没有告诉你 你光是从头报到尾 你就已经大赚了 更何况我们的加码单还多赚 而且还高出低进 来回又做了好几趟 光是一档药华药 你就不晓得 对不对 创造出多少获利了 那更不要其他的 更不要讲其他还有什么 你药华药来不及跟上的 我还帮你规划了药华药第二 也就是6472的宝瑞 有没有大赚 有没有大赚 另外你觉得药华药跟宝瑞 股价太高 一个300多块 一个200多块 你希望能够做低价股的 当时我帮各位规划的猛张飞 6461的益德 二十几块的股票 后来一路涨到36块 你哪一个没有赚到 我们也是来回做了好几趟 你纵使没有跟着我们 来回做了好几趟 你25块买的股票 后来涨到36 38 你哪一个没有大赚 你哪一个会受伤 所以你看 甚至于我们最新布局的 七月之星有没有 我说七月才刚刚开始布局的 你纵使前面这些股票 我从五月开始买进药华药之后 一直到七月 刚过了七月 我所锁定的就这三档 只是说七月 我们多加了一档股票 因为很多人反映 前面这些股票 有一些都已经喷到半天高了 对不对 纵使我们再看好 它也有点买不下手 所以我说过好没有关系 前面这些股票 你没有能够来得及的 那么这一档 我让你一定来得及 七月之星你会来不及吗 七月最新的标的 对不对 当时要买进之前 我有没有连续的 在节目里面预购 我有没有连续的要各位 你来登记也好 你来预约也好 总之我们在它发动之前 在它喷出之前 我们赶快把该部的局 给先布好 有没有 后来买进第一笔之后 我们按照惯例 看好的股票 不是只有买一天 也不是只有买两天 不是买到油 我们就是连续的买进 只要有买点 我们就买 只要有买点 我们就买 那你看 这一档七月之星 从我们买进的第一天 我也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去误问看 不要跟我说 你去误问看我的会员 你去误问看当时有来登记的 我从预告到买进 然后还是连续买 我们先说你有哪一个来不及的 纵使要华要来不及 跟上纵使保瑞又错过 纵使易得又怎么样 又相见恨晚 但是七月之星你来得及吗 你绝对来得及 哪一个会错过 对不对 而且不止没有让你错过 你还一定赚 为什么说一定赚 因为这档股票 我们从买进的第一天开始 不管我们买了一笔 两笔 三笔 五笔 我们每一笔 我这里可以很自豪地讲 而且我也不能随便乱讲 我说这个会员都在听 会员都在看 你可以去误问看会员 去误问看当时有登记的 是不是从我们买进第一天开始 我们的每一笔部位 每一笔买进的部位 都是赚钱的 都是赚钱的 这个不能随便乱讲 对不对 那你看 我生计股 三个月以来 我锁定了就这四楼 我有每天给你变来变去吗 对不对 那纵使前面来不及 七月之星 我说你会来不及吗 你会赚不到吗 每一笔单都是赚钱的 你会赚不到吗 一直到怎么样 一直到我昨天八月四号 我才把它怎么样 我才把它全数的获利出清 有没有 我把它全数的获利出清 哪一个没有赚到你告诉我 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 所以 纵使大盘你说 今年以来跌了4600点也好 跌了3600点也好 你自己说 你按照我的方式 我有没有先带你避开电子 电子股 你纵使跌了五成六成七成 那不干我们的事 对不对 我们的重心在生计股 而且电子股跌升之后 电子股跌升之后 有反弹的机会 我也跟各位讲 电子股可以买的时候 我一定不会让你错过 所以当电子股有反弹契机的时候 你看上上个礼拜 我们的中砂 只是说我说电子股 因为它还不成 它还没有成形 所谓的一个大波段的 一个所谓的气候 时间还未到 所以如果说还不能长大波段 我们操作上面 我们就尽可能怎么样 把周期缩短一点 所以你看中砂 我们两三天获利了结 赚了十几块怎么样 杠上开花 对不对 刚刚我说叫杠上开花 叫洗上加洗的操作模式 反正多赚的杠上开花 加一台 都给坎 对不对 然后继中砂之后 我说电子股一样 只要有机会 我还是会带着各位 继续来杠上开花 就在今天 你可以去问问他会员 一样我们抱持的短线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强反弹的一个模式 我们今天一口气买了三档电子股 而这三档电子股怎么样 这三档电子股今天全面涨停板 三档涨停板 三喜临 但是一样 我说过 以目前来看电子股 我们暂时怎么样 以短档来做一个应对 那不管是电子股强短也好 又或者生技股今天药滑药 再创历史新高也好 对不对 我说你有哪一个会赔到钱 你有哪一个你会赚不到的 所以告诉你什么 纵使面对跌掉四千点 跌掉三千点的盘 只要你策略应对得宜 只要你策略应对得宜 这种盘一样是可以赚大钱 谁说赚不到 就看你怎么做 所以接下来我说过盘面 我认为了 没有像大家今天想象的 那么的平静 后面还有很多变数存在 包含美股在内也是 你不要说什么 今天晚上要公布的 七月的就业的一个报告 出来之后会怎样 我想这个就已经先打一个问号 但是我说过盘面 不管怎么变 我都有充分的一个策略可以去应对 你看上半年我怎么带你做的 下半年我还是会用相对的 当然不是说同样的一个策略 因为盘在变策略就不一样 但是你只要按照我帮各位所规划的 我相信避充趋吉 这是一定要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合照现场 我相信即便今天是开心的周末 我们也都乐观其成 我们也都为大家感到高兴 但是我说过的 该有的警觉性 你还是不能够因为今天大涨333点 你就把它丢到脑后去了 因为盘面上还是有存在的许多的一个变数 但是我也说了 纵使这些变数存在 纵使盘面上还有一些所谓的系统性风险 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的消失 但是我说过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去应对 就好比上半年跌了3600点 跌了4600点 你只要应对得以 像我们这样避开电子 全力锁定生计 大盘跌4600点跌3600点 有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依旧是最大的赢家 你不要说什么 你光是看今天要花要大涨 创新高 还有我们帮各位所规划的那些股票 对不对 怎么会赚不到 所以还是看你怎么做 对于接下来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在七月之星 我们七月最新布局的股票 我们在大获全胜 昨天把它全数获利了结之后 就如同我告诉我会员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布局 怎么样布局全新的八月的一个标股 好那这档全新的八月标股 我姑且先把它命名叫做什么 叫做八月之星 换句话说 在我们七月之星大获全胜 获利出场之后 接下来的八月之星 即将怎么样 即将要接棒演出 好那按照惯例 我说过你认识我 罗文斌的都知道 我不喜欢股价涨上来的 再跟市场上一窝蜂人去追 一窝蜂人对他歌功颂德 我习惯在股价还没有喷出之前 我就事先买进 而且还是连续的买进 你看看我要华要怎么带你买的 你看看保瑞易德 甚至于我们的七月之星 先前在布局的时候 我怎么带你买的 我不喜欢事后已经开始喷出去了 然后市场上一窝蜂来抢 一窝蜂来追 我再跟着大家一起来 我不来这一套了 我想认识我罗文斌的都知道 好那既然 接下来的八月之星 我们正准备要开始布局的话 好那到底八月之星 是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很多人就要开始猜了 那到底是什么股票 是电子股还是生计股 你猜的你觉得的 我告诉你都不用去猜了 你管他生计股 你管他电子股 我告诉各位 我帮各位所规划的股票 只要会涨 什么股票都一样 那至于是生计 还是电子 你不用去猜 你不用去猜 因为我说过今天怎么样 庆祝我们的药华药 再改写历史新高的记录 来报622块 尤其我们今天短打的 三档电子股 党党涨停板 这样的喜悦 当然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推出一个 来电答题的一个活动 你只要来电答题 答对了 答对了 你就可以把这档八月之星 怎么样 把它给带回去 当然题目 我可以说简直就是送分题 因为我没有要刁难大家 因为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大家怎么样 都能够有机会 能够参与这档八月之星 所以题目绝对不会刁难 至于题目是什么 来看这边 请问 哪一档股票 我们从三字头买进 到今天已经突破600元的关卡 甚至于创下了622元的一个新的历史新天价 是一合一还是二美食还是三药花药 到底是合一美食还是药花药 答对的 答对的你就OK了 你就把八月之星给带回家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